我刚才给大家打个电话问他有没有空 结果他已经去上班了 我还有今天第一天他应该要休息哈 就只有等到他下班的时候了 他应该会很开心吧 今天下午的天气阴陈陈的 一点早起都没得 我觉得光中那个天气有时候不太好 他要回南天比较湿热湿 我现在都是头的这儿冒寒 其实我也没感觉是火炉就是很热 有点平静 等下头就进行 走一下 我现在我也去上班了 他全年停 开始工作的一天 其实平时我都不得拍上班的那个视频 我觉得很烦说没有必要拍的 但是你们又不要说我没有在工作上 我也不想给你们解释 你们随便你们找个想吧 我一下午了 现在快到下班的时间了 哎呀先休息哈 不想住了 他等我说他回来了 我去找他 还能过来看一下 谁啊 谁啊 我 我跟你说 我是你啊 我跟你说一个事情 我跟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你来 你跟我来一下吧 好 哪里啊 走吧 跟我走 你过来 你打开这个门 这个门啊 嗯 然后你再把这个门打开 这里吗 对 大了 就是我跟你说 这个房间 是我之前同事的房间 他走了 然后他不会这里住 所以说我跟你说 因为你那个房间人太多了 我就说我给你安排一个单间 挺好吗 你看一下你喜不喜欢这里 有当今当然好啊 我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你到时候把那个 呃你你不想要东西 你就自己收一下嘛 我就已经把大部分的收走了 好 谢谢你啊 不客气 你看你喜不喜欢 这里还有那个锅碗瓢盘 就是如果你平时的时候 不想吃外面东西 你可以自己煮 不用谢 很好 是吧 我收拾了好久哦 不用谢不用谢 谢谢你开心就好 好 你到时候把你东西给搬过来吧 好 一 那我等一下收拾一下 你看你习不习惯 可能是比不上家里面 但是会比你那个大房间好一点点 好很多 对吧 还可以 那你就先收拾一下东西嘛 你到时候搬过来就好了 行 就在我隔壁 真的好听啊 你没看到吗 旁边又是我房间 对哦 刚没注意 那你先收拾吧 好的 好的 终于把男工用安排拖到了 看安排开心 其实我也很开心 只要是他这个房间里面人很多 我每次去找他的时候 有时候都有人 怪不好意思 现在就很方便了 就知道我哥的 可以相互找应一下 我也开始去忙了 他明天开始也开始忙起来了 可能 都只有等到他下班 说时间都眠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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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